有时候这种沮丧的心情 就跟打哈欠一样 会传染 我不喜欢自己不自信 我不喜欢我自己太慢热 怕别人说自己很笨 唱的不好 跳的不好 你愿意努力吗 那你就不是笨蛋 告诉自己 你说我不是笨蛋 大声一点 我不是笨蛋 勇敢 你看连说这句话的自信都没有 那我陪你喊 来 三二一 我不是笨蛋 我特别脆弱 别人对我的小小的批评 我就受不了 因为你没有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你的人生是谁的 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在意别人 这个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要为你自己而活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真的是心理老师 我真的 一会儿给我一些咨询费 免费 免费 来 围圈圈 来 围圈圈 你们真的都很像被吓坏的小兔子 那要勇敢一点 不要害怕 我人生最大的座右铭就是勇敢 就是我们当初我们三个人的定位 Selena是温柔 一比自信 我是勇敢 我觉得勇敢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所以既然你们都来这边 就放手一搏 不要怕 好不好 好 你们给自己一个拥抱 可以 记得歌词里面的 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你们要真实地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生的功课 因为我曾经也会 我也会有迷惘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Selena受伤之后 我们回归的第一场演唱会 我非常地看重她 所以我麦克风不敢拿很近 我怕我唱不好 我会影响他们 我怕我搞砸了这个 大家期待了那么久的一个演唱会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人生都会经历的东西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当你有自我执意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在那个过程里面有所获得 就是每一个经历 他都是礼物